第1231章复苏的巨兽 原来是场误会 幽灵特工和特种部队的人都走了 用了大概半小时 江晨在旁边的房间里 安抚了阿依莎的情绪 让她先回家去等自己 并保证不会再尝试那台仪器 总算是把阿依莎哄回家去了 江晨转身回到了实验室 看着坐在那里喝咖啡的阿莫斯 满脸歉意地笑了笑 那个 阿依莎的事抱歉了 算了算了 阿莫斯摆了摆手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 我妻子去世那天 我也几乎疯掉 直到后来医生抱着米利安 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才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意义 我还没死呢 嗨嗨 sorry 阿莫斯尴尬地看向了一边 摸了摸鼻梁问道 对了 你在那个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这边只看到白光一闪 然后就和无人机失去了连接 你绝对无法想象我看到了什么 江沉嘴角勾起了一丝神秘的微笑 我看到了37亿年前的火星 某个存在了快十万年的古老文明 这个说来话长了 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 我有点饿了 咱们边吃边聊 毕竟是未来人集团预算最高的几个实验室之一 阿莫斯博士这里吃的东西还真不少 那种裹着卷心菜和黑森林火腿的三明治 江沉足足吃了五个才感觉到胃里多了一丝暖意 迎着阿莫斯博士吃惊的目光 他又将手伸向了啤酒和猪腿 坐在餐桌旁一边大块朵仪 一边用闲聊的口吻讲述了这三天来的见闻 这顿午餐足足吃了一个小时 这样啊 听完了江沉的表述 阿莫斯博士叹了口气 靠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感慨道 叹什么气 我在想 我们是否能够通过那个宇宙筛子 阿莫斯博士笑了笑 盖亚文明的覆灭很不幸地 为费米悖论提供了论据 即使是强大到能够挖穿星球的文明 最终都被时间抹去了痕迹 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 用餐巾纸擦了擦嘴 江沉满脸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不过我习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再去思考更加遥远的问题 上万年的事实在是太遥远了 就算到了那时候 地球文明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降临 也不是需要它去操心的问题了 确实这些事都太遥远了 阿莫斯博士靠在了椅子上笑着说道 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个要是在我这里 将它和下批补给一起送到火星上去好了 想要将那个遗迹开发出来恐怕不太容易 阿莫斯博士思索道 以火星殖民地现在的规模 恐怕没有开展那么大工程的能力 我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得加快速度了 江晨点开了腕表 将一张全息屏幕 轻轻地推到了阿莫斯博士的眼前 其实很早以前 星环贸易就做好了计划书 只不过现在将这一切提前罢了 天宫式计划 看着全息屏幕上的字样 阿莫斯博士的脸上浮现了饶有兴趣的神色 没错 就在这时 警告的图标突然浮现在了全息屏幕 闪烁着刺目的红光 江晨微微愣了下 和同样一脸猛逼的阿莫斯博士对视了一眼 从彼此的眼中均看到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们还要等多久 坐在火星车内 望着那一城不变的沙漠 詹姆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皱眉问道 已经过去整整三天了 地下一点动静都没有 虽说火星车上常备着一个星期的补给 吃喝洗澡睡觉都不成问题 但就这么干 等着也是一件挺无聊的事 相比起对着一堆沙子和一座钻井发呆 他更愿意待在殖民地 汪强咧嘴笑了笑 是吗 我倒觉得什么事都没发生也挺好 没准等我们把剩下的咖啡喝完就能回 就在这时 一阵阵抖动的声音顺着弟弟传来 两人相视一眼 交换了疑惑的视线 放下手中的咖啡 将翘在驾驶台上的腿放了下来 汪强皱着眉头在窗外张望着 什么声音 地震 不可能 火星的地质活动相当稳些特 尘埃猛地抱起 底盘受到了重创 火星车就像是被炮弹击中了一样 被猛地掀翻了出去 在沙漠上连着打了好几滚才停下 一条无公式的巨手从沙丘中钻出 展露了他猙獰的身形 在所有人惊诧的视线中 他开合着的门牙如一对镰刀 钢针林立的嘴中嘶吼着尖锐的叫声 身上的甲鞘在昏暗的日光下散发着森森寒光 是魔鬼虫 如果江晨在这里一定会惊叫出声来 因为这家伙和他在盖亚文明的记忆中看到的实在是太像了 明明是37亿年前的物种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嫡系 嫡系 惊讶归惊讶 待命在装甲车附近的士兵 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手中的高丝步枪闪烁着压抑的白光 一道道被加缩到恩贝音速的弹丸 暴射出去 在那只蜈蜈式的怪物身上 炸开绿色的血花 吱吱 发出了吃痛的哀嚎 锁链式的尾巴猛地向士兵这边扫来 掀起了阵阵黄沙 他的头猛地砸向地面 想要顿地逃去 这时候 步战车顶部弹出的碗口大的炮管 终于对准了那条巨型蜈蚣式的怪物 骤然宣泄出凶猛的火力 橙黄色的弹道在火星鹅沙漠上纷飞 将生命力顽强的魔鬼虫贯穿了无数次 暗绿色的血液在空中四叶挥洒 滴落在沙地上 发出滋滋的沸腾声 终于 那头半个身子已经钻回沙丘中的魔鬼虫 无力地倒在了沙地上 内森 你去检查下火星车 帮我们的工程师一把 理 你去把车上的钩锁取下来 绑在那个怪物身上 小心他的血液 里面应该含有某种强腐蚀性的有机酸 收起了手中的步枪 对身后的士兵打了个警戒的手势 队长皱眉看着那头 歪倒在地上的蜈蚣式的生物 骂骂咧咧地说了句 谢特 这玩意儿是什么 火星人 我记得咱们出勤之前 有个蠢货立了 Flag 是谁来着 是吉姆 一边咧着嘴 将勾索在那怪物身上捆结实了 被称作里的韩国人咧嘴道 我还记得那蠢货 话音未落 沙利再次抱起 另一只魔鬼虫从地下钻出 将正在往回走来的士兵对上了天 那镰刀式的门牙骤然咬合 空中撒下了一片血雨 李 队长瞪大了双眼 刺目欲裂 调转枪口指向了那头新出现的怪物 开火 给我打 子弹再次纷飞在沙漠上 伴随着魔鬼虫的嘶吼 大地在颤动 就像是渐渐被煮沸的温水 仿佛在酝酿着什么 在未知的地下深处 三十亿年的沉睡被惊扰 古老的生物正在复苏 终于发现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的他们 正在恢复自己基因中关于狩猎的传统 很显然 这头怪兽不是唯一 071矿点沦陷 放弃编号X1101手提箱 所有单位立即撤离 重复一遍 立即撤离 第1232章一级警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一同暗下来的 还有火星的地表温度 星环贸易的布展车 拖着那条蜈蚣的尸体撤退了 而那辆被掀翻的火星车 则留在了原地 两条魔鬼虫从地下钻出 用镰刀式的门牙在火星车上敲了敲 发现吃不了 然后便重新钻回了地里 不知道去了哪 他在车厢内 大气不敢喘一个的两人 相视一眼 不约而同从彼此的眼中 看到了那么惊魂未定 整个车被掀翻了过来 四个轮胎朝天 解开了胸口的安全带 两个人从颠倒的座椅上摔到了天花板上 光强艰难地翻了个身 伸手摸到了火星车的操控台 在上面点了几个按钮 而詹姆则小心翼翼地爬到了火星车的窗边 将脸凑紧车窗边 向外望去 他们走了吗 一边用手指在操控台上点着 汪强一边咧着嘴说道 该死 到着摆弄这玩意儿 真特么的费劲 搞定 操控台休眠的系统重启 幽蓝色的光力在全息屏幕上汇聚 一排排眼花缭乱的数据浮现在汪强的眼前 那刺目的光芒让他使劲眨了几下眼 已经走了 但我不确定他们还会不会回来 詹姆深呼吸了一口气 将眼睛从窗边挪开 靠在了车舱的墙壁上 双手抱头地骂道 该死 外面那些虫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先前那一下实在是太过突然了 几乎是毫无预兆的 整辆火星车就被突然钻出的蜈蚣 给撞翻了出去 他的额头上现在还挂着被咖啡杯磕出来的鱼青 谁知道 可能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这折腾 吵到他们打瞌睡了 还是放下去的那个小家伙惹毛了他 一边对着全膝屏幕调试着 汪强一边咧嘴说道 还好 他们的牙齿还是不够锋利 火星车底盘和筋骨架被撞弯了进去 但没有伤到油箱和发动机 空调系统正常 氧气含量也充足 淡水和食物能够坚持两个星期 情况非常乐观 见鬼 车顶上的天线折断了 能把车翻过来吗 詹姆问道 你再开玩笑 伙计 汪强嘿嘿笑了笑 关掉了全膝屏幕 趴在了车舱的天花板上 为了预防沙尘暴 同时还得兼顾生活 科研 通讯等等设施 整个火星车的吨位自然是大的惊人 一般情况下 这辆不比不战车轻多少的火星车 是绝对不可能翻成这种四角朝天的模样 但同样的 一旦这车真的翻了个底朝天 想要把它弄正过来 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让我想想 我们可能需要一辆吊车 或者是一个力大无穷的超人 笑着摇了摇头 汪强按下了车窗旁的按钮 降下了合金折叠窗 然后靠在了车舱内的墙壁上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 两者都不太靠谱 我们被抛弃了 詹姆咽了口吐吗 艰难道 怎么可能 安安静静等待救援吧 星环贸易没有从来没有 抛下任何人的传统 对于这一点 汪强还是笃信无疑的 更何况 哪怕不是为了他们 就算是为了071矿点下面的 外星人遗迹 总部也绝无抛弃他们的可能 在看到这些虫子的瞬间 汪强再次肯定了 当初那个 已经被包括他在内 所有人否定的想法 71矿点的正下方 根本不是什么 自然形成的火城延迈 那里就是火星人的遗迹 星环城空天防御部队总部拉响了一级警报 从空天防御部队成立以来 这还是首次 30秒的时间武装完毕 30秒的时间集结出勤 穿着外骨骼的陆战队士兵 悬浮梯上列队跑过 在连接海鸥级与港口的轨道上集合 分批进入升降梯 在电磁推进的作用下 一座座升降梯沿着轨道向海鸥级运输舰的方向驶去 短短十分钟时间 一千名陆战队士兵便完成了战争部署 躺进了凶眠舱中 连接壁从海鸥级运输舰的舰桥上撤回 所有船员都已经进入了工作位置 舰长站在了指挥舱的大厅内 只等待一个出征的号令 星环贸易总部门外 密集的脚步声响起 向着会议室的方向前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快步追上了克尔温的脚步 星环空天防御部队的司令跟在了他的旁边 压低声音询问道 我的人已经完成了集结 可是我们的敌人究竟在哪 我们的殖民地遭到了攻击 脚步丝毫没有放慢 克尔温同样压低着声音说道 那军官愣了下 下意识道 美国人 不 情况更糟 克尔温神色凝重地说道 是外星人 会议开始了 星环贸易航天部和空天防御部 几乎所有高层都在此集结 会议桌的守卫空着 那里属于江城 因为在地表上无法赶来 他只能用视频代替本人到场 将一份文件拍在了桌上 克尔温看着在座的军官 政府部长及官员 语速飞快地说道 长话短说 我们的火星殖民地遭到不明生物攻击 疑似史前物种 原因不明 一名陆战队士兵战斗中牺牲 一辆火星殖民地 火星车在071矿点附近侧翻 车上有两名未来人矿业雇员 由于不清楚敌方单位数量 前线陆战队士兵被迫撤回基地 根据前线士兵带回的不明生物遗体 火星殖民地的生物技术研究员 对其进行了解剖 我们暂时将这种生物定名为 魔鬼虫 打断了克尔温的话 迎着会议桌上看向自己的视线 江陈平静地说道 编号X1101项目 保密级别S具体细节无法说明 总之 我们通过特殊探测设备 观测到了071矿点下方一季的情况 现在已经可以确认的是 魔鬼虫为37亿年前活跃于火星地脉 至地桥区域的大型节肢类动物 食性为肉食 繁衍至今的原因不明 可能与前文明遗迹存在关联 江陈的话音刚刚落下 会议桌上的军官 部长的脸上纷纷露出了震惊之色 面面相去之余 会议桌上传来一阵阵惊疑 难以置信的声音 包括克尔温这位071项目相关人员在内 所有人都被江陈话中透露出的事实 给震撼到了 37亿年前的物种 怎么可能 天晓得他们是怎么活这么久的 诸位 江陈的声音 让所有焦头接耳的议论声 都安静了下来 环视了在座的人一眼 他用沉稳而不容置疑的语气下令道 现在整个殖民地的安全都受到威胁 魔鬼虫的存在 已经严重阻碍了我们的天宫式计划 战争已经开始了 我要求你们立刻制定作战计划 增援我们的殖民地 不惜一切代价 镇压那些臭虫 第1233章 你们需不需要增援 看过今早的报纸了吗 端着餐盘走了过来 已经换上职业装的夏师宇 向江辰微微笑了笑 在他的旁边坐下 同时将几分报纸也搁在了餐桌上 挑了报纸上的封面一眼 江辰笑了笑 那张脸他再熟悉不过了 毕竟每天照镜子的时候 他都能看见 我又上头条了 放下了手中的勺子 江辰懒洋洋地伸出手 拿起了一份报纸 目光在标题上扫了两眼 猝不及防之下 他差点没把嘴里的燕麦喷出来 就在这时 一团柔软的玉兔 撞在了江辰的后脑勺上 好闻的味道 顺着金色的发丝 扫过了他的鼻尖 从后面抱住了江辰的脖子 纳塔莎将脸凑进了报纸 饶有兴趣地 替他念出了报纸上的内容 星环贸易战舰紧急出动 目标火星 诶 你这是要拍电影了吗 走开了 没看到江辰很困扰吗 从厨房内走出来的阿依莎 看着一大早就粘在江辰背上的纳塔莎 叹了口气 一只手揉着颜色略深的眼眶 另一只手将盛着沙拉和面包片的餐盘 放在了桌上 很显然 昨天晚上他没有休息好 至于再干什么 嘿嘿 这个就不用细说了 或许是因为切磋武艺的时候 经常被压在身下 纳塔莎还是很听阿依莎的话的 拦了拦嘴 依依不舍地放开了江辰的脖子 他拿着报纸走到了一边坐下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继续读了起来 一行大战铁靴战士 还是星球大战的序曲 火星科考团队在探测水资源时 遭遇巨型外星生物袭击 重创星环陆战队士兵一名 这篇是纽约时报的 下一篇是英国路透社的 路透社记者申请跟随 星环贸易陆战队 前往火星遭到拒绝 火星局势恐将比想象中严重 天宫式计划或将破产 建议英国投资者 谨慎考虑火星投资环境 嘖嘖 你的麻烦不小哦 放下了报纸 那塔莎也余地看了江辰一眼 一般般吧 江辰一边往嘴里塞着面包 一边说道 记者们的惯用伎俩 用夸张的手法将事情夸大 转足了人们的眼球后 再用追踪报道来还原事件的真相 天宫计划破产 开什么国际玩笑 下一批殖民地扩建 所需的物资和设备 几乎是和一千名 装载着陆战队士兵的 休眠舱一起去的 除此之外 一同被带去的 还有一百发 用于攻击魔鬼虫巢巢穴的 钻地式云爆弹 海鸥级运输舰的引擎 经过了两代升级后 新出厂的海鸥级 已经能够胜任 往返火星同步轨道 与星环城之间的航行 前往火星的旅程 再也不是一张 头着地的单程票 这也正是江城敢于向火星殖民地派出一千名陆战队士兵增援的底气 被派往火星的一千名陆战队士兵 一方面是为了镇压魔鬼虫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掩护盖亚文明遗迹的挖掘工程正常进行 我吃饱了 将咖啡杯放回了餐盘 那塔莎端着餐盘站起身来 看向了还在细嚼慢咽的江城 一会儿我要去俄罗斯大使馆 有没有什么话需要我帮你带 没有 反正估计电话也快来了 几乎话音刚刚落下 江城的腕表便滴滴滴地响了起来 江城微微愣了下 抬起头和那塔莎交换了惊讶的视线 这么巧 电话确实是地球防卫同盟的盟友打来的 但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是北京 我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 我也看了 有什么事吗 江城若无其事地说道 没什么 吴长风干笑了声 停顿了片刻 继续说道 听说是你们的071号矿点出现了问题 没错 我们的人原本在那里钻探地下水 却没想到一条虫子攻了出来 江城叹了口气 用沉重的语气说道 我们已经向火星殖民地派出了增援 最晚两个星期 一千名陆战队士兵就能到达火星同步轨道 两个星期 吴长风的眉毛狠狠地跳了下 如果没记错的话 半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一个多月 而且纳惠尔火星距离地球的距离 可比现在近多了 星环贸易在航天技术上的进步速度 简直快地让人怀疑人生 见电话那头好一会儿没有声音 江城问了句 有什么事吗 收敛了心中的震撼 吴长风轻轻咳了咳 开口说道 没什么事 我只是代表华国问问 你们需不需要增援 毕竟当初签订地球防卫同盟条约的时候 我们曾经宣示在应对地外文明威胁的时候一致对外 如果贵方需要 华方愿意派出步兵协助贵方陆战队作战 听到吴长风的提议 江城笑了笑 蜿蜒谢绝道 不用了 这点小问题我们自己能解决 而且关于魔鬼虫是否能被称作为地外文明还有待商榷 毕竟在我们看来 它们只是一群比较危险的野兽 那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打断了吴长风的话 江城用笃定的语气说道 放心 最晚这个月月底 魔鬼虫的标本就会送回星环城 届时我们会安排一场生物科技峰会 向国际社会全面公开关于火星物种的研究进展 说到这里 江城微微笑了笑 说出了吴长风一直在等待着的那句话 届时 我方欢迎贵方科学家前往星环城参加峰会 共同参与对火星物种的研究 吴长风大喜哈哈笑着说道 那就多谢江先生了 其实他这通看似非正式的电话 也是上头的人连夜开会讨论后受益的 毕竟他不过是个陆军少将而已 往哪派兵还真轮不到他坑气 之所以一开始就热情地提出愿意向星环贸易派出增援 倒不是真为了将士兵送往数千万公里外的战场 只是隐晦地向江城提点了下 当初在地球防卫同盟成立之初 便立下的盟约 所有地外文明相关情报 在主要成员国之间应该毫无保留的共享 这也是华国和俄罗斯 愿意在国际事务上 对自身利益 做出一定程度让步 坚定地和新国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原因之一 吴长峰最担心的 就是星环贸易在地外文明这个问题上打起了马虎眼 毕竟现在全世界有实力派人到火星上去的 似乎也就星环贸易这一家 整条行路都被垄断着 就算他们不满也没有办法 江城的话 无疑是打消了他的顾虑 也让他能够回去和某院里的大佬们交差了 然而吴长峰所不知道的是 那个什么魔鬼虫的标本 只不过是条被江城扔出来转移国际社会视线的蚯蚓罢了 至于盖亚文明的记忆 以及那座被掩盖在071矿点之下的遗迹 这些真正的宝贝 在星环贸易将那里挖个底朝天之前 江城是绝对不会从嘴里露出一个字的 第1234章全力是一杯毒酒 与吴长峰的通话结束后 没过多久莫斯科和德国那边也分别打来了电话 依旧是先前那套说辞 江城向这两位盟友许诺了将召开生物科技峰会公开对魔鬼虫的研究进展 邀请贵方科学家参与共同研究等等一系列的好处后 两个盟友纷纷兴高采烈地挂了电话 那兴奋的语气让挂了电话的江城心中甚是惭愧 当然他也就惭愧了那么一两秒 转身就把这事给扔在了脑后 早饭过后 纳塔莎去了俄罗斯大使馆 夏师宇一如既往的开车去上班 阿依莎则去了幽灵特工的总部 别墅里只剩下了江城一个人 回到了书房 江城坐在了椅子上 点开了万表的全息屏幕 把电话打给林玲 遵命 剪得全息半身像眨了眨眼 很快向后散成了无数光力 在空中重组成一张全息屏幕 将视频电话打到了林玲的实验室中 当接通电话的时候 林玲的手上还握着电子焊枪 在他的身后 是一具光秃秃的人偶 人偶的胸腔开着大洞 从中依稀可以看到裸露的电线和主板 早在两个月前 他就按照江城的吩咐 开始磨磨蹭蹭地设计这台电子人 现在终于差不多快要完工了 将手中的电子焊枪丢到了试验台上 林玲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单手撑着下巴看向了电话那头的江城 真是稀奇 一大早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说吧 确实有点事 江城在心中整理了下语言 将昨天通过无人机 在火星071矿点下方看到的地下遗迹 还有盖亚文明最后的记忆 尽可能地用通俗的语言 全都和林玲表述了一遍 因为信息量有点大 江城说了大概半个小时 才将整件事的始末说清楚 听完了江城对盖亚文明的描述后 林玲张了张嘴巴 表情显得很吃惊 盖亚文明 魔鬼虫 我完全没听说过 你在战前没有听说过 关于火星开发的新闻吗 江城皱了皱眉 疑惑地问道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泛亚合作 苏联 北约都在火星建立了各自的考察站 在战前的时候 三大势力都有对火星资源 进行有限程度的开发 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这种开发仅仅停留在科考层面 而没有在火星上建造可自己自足的殖民地 更没有试图开发火星的矿产 不过即使是这样 泛亚 苏联 北约这称霸22世纪的三巨头 也没道理发现不了火星上的秘密吧 也许有吧 但这种机密也不会对普通人公开吧 林玲翻了个白眼 看着江陈那副我以为你知道的样子吐槽道 你以为我是百科全书吗 我顶多也就比普通人了解的多一点好吗 林玲曾有说过她看过她父亲的研究资料 而她比普通人多了解的那部分 基本上也是通过她父亲的电脑和资料 很显然 林博士的研究领域和地外文明八杆子打不着边 泛亚合作对盖亚文明的研究程度究竟到了哪一步 或许也只有殖民舰上的那些人知道了 光是听你说我也不清楚 这样吧 你把魔鬼虫的组织细胞 血细胞 脑细胞等等都给我弄一份过来好了 用20毫升的试管装着就行 刚好 我的妹妹们有了解生物技术的 或许能帮上你的忙 林玲说道 通过耶国岛上的那台跨次元物质传送装置 已经能传送仓鼠级别的活物了 用它来送几只试管去漠视 自然是绰绰有余 那就拜托了 不过最快也得等到这个月月底 标本现在才刚刚封装登舰 从火星那边飞回新环城 最快也得三个星期 待命在火星同步轨道上的那艘海鸥级 用的还是上一代引擎 速度肯定没有赶往火星殖民地增援的 陆战队士兵们搭乘的那艘快 那就等月底再说这件事好咯 对了 你真打算给那个AI造一具身体 林玲表情有些不安的看着江辰 确认似的问道 这样真的好吗 他可是高级人工智能 只是一具身体 我们只要在他的服务器上挂满了铝热剂 他应该不会做出可能让我产生不必要误会的事来 江辰耸了耸肩 饶有兴趣地看着林玲 说起来 我记得在005避难所里 我往他的主板上塞铝热剂的时候 你不是还骂我败家吗 这会儿怎么反而害怕起来了 则不管你了 想起了最初见面时那没出息的样子 林玲红着脸狠狠地瞪了江辰一眼 到时候出了问题 你自己去解决吧 说完 根本不给江辰戏谑谑自己的机会 林玲气鼓鼓地挂断了通讯 北京市故宫西侧 敖玉桥以南 被重兵把守的小区门口 一辆挂着军A0牌照汽车 停在了缓缓停在了挡车赶前 一名穿着特战大队制服的士兵上前 检查了司机的证件后 行了个标准的军理 退到一边 接着向着少卡内的警卫打了个手势 将这辆轿车放行 轿车停在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宅院前 吴长风深呼吸了一口气 推开门走下车去 在两名西装革履的保镖的带领下 向着宅院内走去 坐在茶室内品着茶 原本气定神闲的老人 看到了走进屋内的吴长风 立刻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与其略带急切地问道 情况怎么样了 他同意了 克制着心中的兴奋 吴长风努力让自己的表情 看起来稳重些 星环贸易将于这个月底召开峰会 向外界公开在火星上的发现 听完了吴长风的话 老人面露喜色 宽慰地笑着点了点头 同意了 太好了 这事你做得非常不错 是大功一见了 不敢 吴长风谦虚地笑了笑 我只是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思 哪里赶成功劳 小吴啊 手掌还有什么吩咐 吴长风恭敬道 盯着吴长风的脸端读了许久 老手掌突然开口 认真道 你变年轻了 心脏一瞬间停止了跳动 吴长风脸上的表情 微不可查地僵硬了几分 猴杰微微动了动 年轻好啊 当初我在地方上的时候 也是经常上山下乡地跑 四十多岁的腿脚 比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还灵变 并没有察觉到异常 老人呵呵笑了笑 颇为感慨地说道 这人一旦闲下来就老了 咱们赶上了一个大时代 需要的正是你这样能干的人才 长江后浪推前浪 国家的未来 还得你们这些新一代去打拼了 老首长似乎陷入了 对某段争容岁月的回忆 开始说起了当年的往事 而听到了接下来的这几句话 吴长风缓缓松了口气 僵硬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多谢首长栽培 原来不是发现了 老实说 他的心中相当复杂 甚至几度犹豫着想要开口 向这位提拔自己的老首长 坦白关于那个要的事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没有将那个秘密说出口 正如江辰曾和他说过那样 权力是一杯毒酒 现在站在这里的他 又为这句话加上了一句 永生也是 如果将权力和永生 这两杯毒酒混在一起 他的毒性恐怕将比披霜 还要致命 无论是对于个人 还是国家都是如此 第1235章 他们这是在阻碍学术自由 美国华盛顿 白宫某间会议室内 气氛有些微妙的压抑 自从去年西太平洋上的冲突后 这种将所有高级别顾问 部长及官员 还有总统官在同一个屋子里 讨论国家大事的次数 变多了不少 唯一不同的仅仅是 坐在国务卿位置上的是一位新面孔 地球防卫同盟正在崛起 甚至已经隐隐撼动了 北约全球第一军事体的地位 政治 经济 甚至是文化 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即使是杜鲁门 肯尼迪时代 也未曾如此严峻过 毕竟纳惠尔美国面对着的 仅仅是个浑身长满肌肉 却病入膏肓的巨人 而现在站在擂台上 与美国同台竞技的 却是一位用科技将自己武装到牙齿的 钢铁侠 不 这种说法还不够准确 毕竟钢铁侠的科技 恐怕都比他们更现实主义一点 星环贸易打算一月底 在星环城召开生物科技峰会 展览在火星的战利品 那个叫什么来着 魔鬼虫 见鬼了 好奇号在火星上跑了那么多年 怎么都没看见个细胞的影子 NASA局长博尔登 满脸疲惫地看着手中的报告 有气无力地做着汇报 NASA局长与国务卿 总统 商务部长 甚至是内政部长坐在一张桌子前讨论问题 恐怕就是航天竞赛的冷战时代 才有这待遇了 然而博尔登完全高兴不起来 因为无论是太空电梯 还是月球殖民计划都遥遥无期 面对难以企及的航天科技差距 就算是被称作天才的埃隆马斯克 和他的SpaceX 也无能为力了 只能在星环贸易的屁股后面 捡口汤喝 能想办法搞到参加那次 生物科技峰会的资格吗 美利坚必须得掌握 关于火星物种的第一手资料 否则我们和星环贸易之间的技术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国防部部长卡特神色凝重地说道 参加峰会的资格 呵呵 当然有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你能叫出名字的任何一家媒体 都收到了邀请函 幕僚长靠在椅子上 脸色难看的转着手中的圆珠笔 问题是 没有任何一家美国的科研机构 和大学收到共同研究的邀请 我们被完全排除在外了 他们这是阻碍学术自由 坐在卡特部长的旁边 国防部先进项目局局长骂道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的教授 已经替我们谴责过了 希拉里看了在座的官员们一眼 最终视线停在了国务卿的脸上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解决方案 我会尽量尝试 但别抱太大希望 新上任的国务卿揉着酸涩的眉心 星环贸易在航天技术上 对我们的封锁不是一天两天了 指望他们今天就做出让步 可能性尾时不大 在新国问题上 克里是专家 但你知道的 克里这家伙 偏偏在这时候辞掉国务卿的职务 民主党党边低声骂道 能说服他回来吗 希拉里看向了党边问道 很难 他执意要参加三月份的预选 连演讲稿都写好了 您知道的 有人给他撑腰 最要命的是 现在党内的意见出现了分裂 支持他的声音也不小 感谢上帝 现在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 共和党核心国 这该死的华尔街 听到这句话 希拉里眼角的余伟文 皱起了一丝苦涩的无奈 他现在已经不知道 该这下一步棋 该怎么下了 就在这时 博尔登突然开口了 要不我们提前启动火星登陆计划 话音刚刚落下 会议室内的视线便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迎着总统 部长及官员们的视线 博尔登深呼吸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如果无法在外交上破冰 我们只能在技术上做出尝试了 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没问题吗 SpaceX不是已经终止载人火箭的研发了吗 国防部部长卡特咒媒道 MCT火星移民运输机 SpaceX从来没有停止火星殖民计划 现在最关键的技术已经突破了 博尔登看向了希拉里 认真地说道 送出一张单程票还是没问题的 沉默了半场 希拉里开口了 告诉我 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说服国会拨款 就算他心里再怎么认同这个计划 也没有任何意义 意义太大了 博尔登说道 月球已经被垄断了 不能让星环贸易继续垄断人类的未来 哪怕是在火星上插一面国旗 扔几个人在上面住着 也能为我们增添不少筹码 月球兵 稀土储量较大的几个环形山 都被先来者星环贸易 很无耻地占领了 哪怕没有开采 也在上面装模作样地盖了个考察站 虽然各国借着登月热 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月球考察站 但无法解决最关键的饮水 氧气问题 想要发展成殖民 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尤其是星环贸易 以资源有限为由 很霸道地拒绝了 向地球防卫同盟成员国之外的 考察站出售饮用水 氧气 电力 高昂的维护费 让这些考察站都处在 入不敷出的状态下 更别提扩张了 然而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 停顿了片刻 看着依旧在犹豫着的总统 博尔登接着说道 另外 我怀疑星环贸易 在火星上的发现 恐怕不仅仅是一条虫子 那么简单 希拉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倒吸了一口凉气 震惊地看着博尔登 你是说 没错 恐怕和地外文明有关 博尔登点了点头 认真的提议道 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参与研究 那么我们就自己上去瞧瞧 通往火星的路本来就不止一条 如果星环贸易不愿意 卖飞王火星的船票的话 那就造一艘属于美国自己的远洋船好了 就在美国白宫为星环贸易的态度 坐着两手准备的同时 远在数千万公里之外的火星殖民地上 仅剩下的九名士兵和唯一的一辆部战车 在殖民地的门口完成了集结 准备对071矿点被困工程师实施救援 星环城的增援需要两个星期后才能到达 而火星车上的氧气最多只能坚持两个星期那么久 救援的风险很大 所有人都明白这点 然而坐在部战车内整装待发的战士们 却没有任何人对这次救援提出质疑 星环贸易从来没有扔下自己人逃跑的传统 无论对手是谁 无论对手是不是人 第1236章火星救援 救援还有多久 如果你少说几句话 没准我们多坚持几个小时 看着全息屏幕上的剩余电量和氧气条 汪强疲惫地说道 火星车内的氧气主要有两个系统提供 一个是放置在后备箱位置的氧气罐 里面的储备大概能维持车组人员 一个星期的生命活动 再一个就是固碳装置 当氧气罐里的氧气耗尽之后 自动启动 消耗电能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 直到电池也彻底耗尽 情况乐观的话 可以坚持两个星期 然而现在已经过去五天了 看着窗外那片火红色的沙漠 还有那时不时将头探出地表的蜈蚣 汪强脸上浮现了一抹苦涩的笑容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视语中出现了一抹黑点 那个黑点的背后 拖着阵阵尘埃 嘿 詹姆 醒醒 汪强立刻踢了靠在对面的黑人一脚 将刚睡着的他给弄醒 发生了神 揉着眼睛醒来 詹姆刚想问发生了什么 然后便看见了窗外的那个黑点 睡意顿时一扫而空 他猛地爬到了汪强旁边 眯着眼睛看向窗外 努力看清那究竟是什么后 欣喜地叫出了声来 是我们的人 他们回来了 他们没有丢下我们 赶紧过来准备下 汪强拍了他肩膀一把 走进了缓冲式的隔间内 从上面取下了宇航符 与此同时 车窗外的行动开始了 匍匐在火星车附近的魔鬼虫 抬起了头颅 对着远处的那辆步兵车 开合了下锋利的门牙 就在他正准备一头扎进地里的时候 步兵车顶部机炮的旁边 骤然射出了一枚火箭弹 如同燃烧的铁拳 火箭弹击中了魔鬼虫的腹部 骤然炸裂了爆炸的火光 绿色的血液和昆虫的残肢 炸得四散飞溅 魔鬼虫的上半身飞了出去 摔在了五米开外的沙地上 吱吱 声带发出压抑而凄厉的尖壕 断成两节的魔鬼虫 在沙漠上疯狂地扭动着 内脏和血液被他甩得到处都是 这特么的都死不掉 透过观瞄镜看着那只难缠的臭虫 炮手艰难地说道 让他闭嘴 他在招来他的同类 队长赫骂道 20毫米机炮喷射出火舌 对着那扭动的上半身 捕了一缩子子弹过去 驾驶员猛打方向盘 向着火星车突进的不战车 猛地来了个三十度的转弯 几乎是同一时间 尘埃从载具的侧面抱起 又是一只魔鬼虫 从地下钻出 镰刀式的钢牙 堪堪擦着不战车的车身过去 如剪刀式的疯狂开合着 发出一阵阵令人牙酸的声音 去死吧 咬着牙 吊转了炮口的炮手 死死地扣下扳机 机炮喷吐着火舌 橙黄色的弹道 将那条魔鬼虫的腹部撕开 在那只魔鬼虫 哀嚎着向后倒去的同时 整片沙漠 就像是被煮沸了的开水一般 沸腾了起来 接二连三的魔鬼虫 从不战车的旁边钻出 一击不成之后 又迅速地一头扎向地面 机炮持续喷射着火焰 但同时面对四五个目标 根本应付不过来 该死 他们究竟有多少只 驾驶员惊叫道 别管他们有多少只 给我撞过去 往那辆火星车的轮胎上撞 手死死地扣着驾驶位的靠椅 站在后面的陆战队队长怒吼道 从魔鬼虫的封锁中冲出 不战车狠狠地撞在了火星车厚重的橡胶轮胎上 将火星车在沙地上推出了七八米远才停下 然而并没有将它撞翻过来 谢特 他们是打算救我们还是打算杀了我们 扶着车舱重新站了起来 被撞得七晕八速的詹姆惊叫道 车体受损 问题不大 他们估计是打算撞翻我们 不过低估了咱们底盘的宽度 汪强一开始就蹲在墙角做好了抗冲击应对 所以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救援计划从一开始似乎就出现了事故 见A计划失败 车还没完全停下 陆战队队长立刻下令道 启用B计划 快 陆战车继续加速 顶着火星车向前 与此同时战车的顶盖打开 一名陆战队士兵从来里面钻了出来 从车厢内取出了钩锁 勾住了火星车的两个轮胎 他们这是让我们自己出去 想都别想 詹姆惊叫道 那你就留在里面好了 汪强没有废话 看到窗外那名士兵的动作后 立刻将手伸向了驾驶位旁边的安全锁 输入密码后 猛地拉下了扳手 扳手被拉下的瞬间 火星车底盘安全通道的盖子猛地向外弹开 在庞大的气压插下 火星车内的空气向外狂涌 一脚踩着座椅 汪强用力从底盘的安全通道爬出了车外 抓住了那士兵的手 跳到了步兵车上站稳 钻进了步兵车内 他在撞我们的履带 死死地踩着油门 驾驶员喊道 他撞不动我们 我们的吨位可比火星车大多了 该死 在出勤之前加装了稳定支架 吨位更大的步展车 并没有像火星车那样被撞翻出去 但还是被从沙漠上顶起了一两厘米的高度 虽然火星的重力比不上地球是一方面 但能将这么大一个铁疙瘩给顶起来 也足以凸显魔鬼虫的爆发力是有多么的吓人 快 快点 努力在步战车的顶上站稳 陆战队士兵紧张地看着车底下翻滚的沙利 一边焦急地向火星车的方向喊道 把手给我 虽然害怕 但詹姆还是咬着牙 硬着头皮跟在汪强的后面爬出了火星车 抓住了士兵的手跳上了步战车 然而就在这时 异便突然发生了 撞着步战车底盘的那只魔鬼虫突然停下了动作 猛地从步战车的侧面窜了出来 对着车顶上的二人嘶吼着张开了镰刀式的门牙 与那一排墨绿色的眼珠子对上了视线 刚扶着那士兵站稳的詹姆 瞳孔渐渐放大了一抹惊恐 谢 不 带着破空的尖笑 镰刀骤然咬在了一起 鲜血冲上了两米高 在沙尘弥漫的空中挥洒开一层血雾 任务失败 詹姆工程师身亡 米勒忠士重伤 米勒忠士抢救有效 暂未脱离生命危险 救援部队正在返回殖民地 星环城航天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 标志着詹姆工程师的图标 已经被打上了红叉 神色凝重地看着大屏幕 克尔渐缓缓坐在了椅子上 闭上了双眼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的政治嗅觉告诉他 事情恐怕开始变得麻烦了 第1237章少数派的标签 星环贸易在火星上的发现 和近期一系列的举动 牵动了全球所有国家敏感的神经 国际资本 智库 科研机构 等等一切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 纷纷向嗅到血腥味儿的鲨鱼 将视线在新国 星环贸易身上聚焦 跟踪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甚至于 这次魔鬼虫事件的关注度 竟是超过了新国的大选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地认同的观点是 正在赶往星环城的标本 很有可能将为人类揭开 30多亿年前火星生态环境 地貌特征等等一系列未解之谜 提供论据 毕竟此前关于火星上的一切 都只能依靠好奇号和哈勃望远镜的数据进行猜想 既然30多亿年前的火星上存在过生命 那么在这30多亿年的岁月中 火星上是否存在过文明的痕迹 而这也是人们议论度最高的话题 所有人都期待着能够从那个标本身上找到问题的答案 毫不夸张地说 魔鬼虫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没有辜负国际社会的期待 星环贸易正在为即将召开的峰会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 然而就在这时 从火星殖民地传来的噩耗 却是让即将召开的峰会蒙上一层阴影 黑人 新移民 少数族裔 十个孩子的父亲 将一份报纸丢在了茶几上 坐在沙发上的张亚平捏着眉心 头疼地说道 这帮畜生怎么这么能闹腾 茶几上的报纸 詹姆的黑白照被印在了头条的位置 旁边还配上了醒目的标题 老实说 如果不是他身上的这些标签 媒体根本不会反映得如此强烈 顶多会批判下星环贸易火星殖民计划的安全性 然后再谴责下星环贸易在营救员工时 没有经过周密的计划 没有周密的计划 其实是有的 然而任何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那些媒体记者们不是士兵 他们可不会管当时的情况有多凶险 顶多一个月后对着魔鬼虫的标本 咔嚓咔嚓拍几张照 然后拿回去对着火星生物的攻击性平头论足一番 试着用CG图像还原下当时的画面 无论怎么说 整个事件被打上了这四个标签 情况一下子就变得麻烦了起来 在部分别有用心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整个事件从单纯的救援失败 一下子被渲染成了新环贸易对多数人华裔和少数人黑人的区别对待 甚至添油加醋地在获救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上做起了文章 新国的黑人数量很少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旦这个群体出了问题 那些博爱的白左也会跟着跳出来起哄 这里的白左不限于白人 不少其他肤色的人也走上了街头 举着死者的画像游行 一时间 詹姆被描绘成了种族歧视和区别对待的受害者 这盆脏水泼向了新环贸易 泼向了火星殖民地 甚至连正在准备大选的张亚平也躺着中了枪 坐在茶几对面的沙发上 江晨对张亚平无奈地笑了笑 总有精力旺盛的家伙 对于这点 你我都没有任何办法 能不能想办法私了 如果詹姆的妻子不起诉你们 那些抗议者们也就没话说了 张亚平皱眉道 没用 江晨摇了摇头 这件事没表面上那么简单 新环贸易的高层 不是没想过干脆冷处理 悄悄地把遇难者家属给安顿好了 在媒体不知道的地方将整个事情用钱给私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 营救结果的消息刚一泄露出去 加拿大政府就将遇难者的家属照顾了起来 紧接着某个黑人权力组织接着又站了出来 说服詹姆的妻子一定要光明正大的走法律途径讨说法后 又主动出资替他安排好了阵容强大的律师团队 在沃泰华起诉未来人矿业和新环贸易 不用怀疑 这背后肯定有美国人的影子 毕竟加拿大就是美国的后花园 加拿大政府反应之迅速 让人很难不将其与白宫的电话产生联想 而紧接着找到詹姆妻子的黑人人权组织 也正是来自北美的 至于隐瞒营救失败的消息 技术上不是不可行 但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一旦暴露将引发更严重的舆论影响 几乎每个殖民者都有更新推特 脸书的习惯 每个人一个月还有五次和家人通电话的机会 总不能因为死了一个人 将整个火星都隔离在人类社会的视线之外吧 你的意思是 是美国人在搞鬼 张亚平皱眉道 99%的可能性 不过讨论是谁 在背后搞小动作没有任何意义 毕竟他们的牌已经打出来了 江辰语气轻松地说道 如果他们以为靠这种小把戏就能妨碍到我们 那就太可爱了 你准备怎么处理 先从你的问题开始处理 食指在膝盖上交叉 江辰看向了张亚平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 等那些闹得最欢的人跳出来 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美国一直在试图插手新国的大选 只是因为有幽灵特工盯着 FBI和CIA的人不方便直接出手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 他们就通过与国际人权组织接触 向科罗斯部分议员提供资金 甚至直接资助某些主张限制星环贸易扩张 强调国家权力的候选人参与大选竞争议会席位 是时候清洗一下这些逆党了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张亚平很干脆地说道 你什么也不做就好 江辰微笑道 顶住舆论的压力 对外界的指责不做任何回应 甚至丝毫不过问这件事 按部就班地准备这个月底的峰会 以及三月份的那场大选 如果你已经有好的计划了 张亚平艰难地点了点头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对外界的指责置之不理 说起来似乎很容易 但做起来可不是那么轻松就能做到的 现在是选战最后冲刺阶段 虽然他的支持率已经远远甩开了对手 然而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无法断言自己就能当选 詹姆是个小人物 放在平时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 然而现在他的死已经成了政治事件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 无疑会成为他政治生涯上难以抹去的污点 另外 如果任由事件继续发酵下去 保不住会为两个月后的大选制造一些悬念 这也是张亚平最担心的 不过很快 江晨接下来的几句话 便打消了他心中顾虑 放心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有些事永远不会发生 站在身来 江晨走到了同样站起身来的张亚平旁边 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压低声音在他旁边说道 很快就会有新闻曝光 某位候选人涉嫌接受外国资金 然后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 再然后 那些动了不该动的念头的蠢货们 就会重新并且深刻地认识到 新国究竟是谁的新国 打住了话头 江晨微笑着拍了拍张亚平的肩膀 留下了一脸震惊 或者说欣喜的总统先生 转身向总统办公室外走去 第1238章500万余候选人 安家岛的某间别墅内 两个男人正相对坐在沙发上 中间的茶几上堆满了近期的报纸 和各种选举材料 奥凯西静静地看着手中的文件 眉头时不时皱起眉头 坐在他对面的那位穿着西服的黑人 名叫麦克唐纳 来自北美的某个名叫黑人之声的国际人权组织 从他们的名字来看 就不难猜出这个组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听说他们受到华尔街某家公司的支持 奥凯西还听说他们的背后 用美国白宫 但谁在乎 至少奥凯西不在乎 只是 他们这次的要求实在是太让人为难了点 还没看完吗 见奥凯西半天没有反应 麦克唐纳轻声说道 其实修改的地方只有一段 也就是在你的竞选纲领最后加上一条 承诺在任期内修改16年宪法 推动废除国防外包法案 从星环贸易等军事承包商手中收回国防承包权 这和最开始说好的不一样 我们说好的不是只有推动黑人移民保障法案吗 奥凯西用手背拍了拍手中的这份文件 皱眉道 现在距离大选投票日只剩下两个月 你让我突然在竞选纲领上加一条修线 然后再去向我的支持者解释 我为何会临时变卦 我知道这在合约之外 麦克唐纳淡淡说道 对身后的秘书招了招手 所以我们准备了合约之外的报酬 站在他身后的那名秘书上前 将手中的手提搁在了满茶几的报纸和竞选文件上 这里是五百万新元 也是我们准备预付给你的定金 黑色的手提箱打开 有纸墨的芬芳顺着风飘来 看着里面那成捆的钞票 奥凯西下意识地瞪大双眼 咽了口吐沫 你会彻底搞砸我的选举 一边是五百万新元 一边是总统的宝座 奥凯西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挣扎 麦克唐纳咧嘴笑了笑 摇摇头 从怀中摸出了一根雪茄 让秘书帮着点上后 飙在了嘴上 吐了口烟圈 他看着犹豫的奥凯西 淡淡地说道 你觉得你少加了这么一条 你就有希望打败 由星环贸易支持的张亚平 别做梦了 有我们的支持 你也没戏 奥凯西的脸色有些难看 换做是谁被小看了 心里肯定都不会好受 何况他在部分白左中 还是有不小的支持率的 最近的詹姆事件 让他支持率上升了不少 以至于他甚至有些飘飘然地认为 三月投票的那天 自己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然而 这个麦克唐纳却说他根本没戏 这让他相当的不满 但这种不满 他也只能藏在心里 毕竟对面这位金主 几乎承担了他80%的竞选经费 既然你对我没信心 干嘛在我身上吓住 看着面无表情的麦克唐纳 奥凯西轻声说道 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我投资的不是你 而是你手中的这张纸 麦克唐纳用雪茄指了 指他手上的那份文件 这张纸在我成为总统之前 一文不值 听到奥凯西的话 麦克唐纳咧了咧嘴角 一文不值 我做了十几年的lobbyist 我比你更清楚什么东西 才是真正的一文不值 得有人提出来 再有人去补充 最后被人完善 如果公民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原来可以拥有这么的权利 原来还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 为自己争取这些权利 那么一切的工作都无从展开 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只要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我们可以用二十年 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将这个国家改造成正常的国家 然后与它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外交谈判不像是外交谈判 完全像是谈生意 而你不需要去管这些 你只需要替我们站在新国人民的面前 借着大选这个机会告诉他们 他们能得到多少 说到这里 麦克唐纳打住了话头 微微前倾了身子 胳膊撑在了膝盖上 眼睛盯着坐在对面的奥凯西 现在告诉我 你有没有值得我们继续投资你的价值 奥凯西咽了口吐沫 经过了一番天人交战 他捏紧的拳头握紧了 又缓缓松开 最终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麦克唐纳微微一笑 站起身来 看来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留下了这句话 他对身后的秘书打了个手势 向着门口的方向走去 在门口 麦克唐纳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看着坐在沙发上沉思的奥凯西 愉快地说道 接下来两个月 我会避免和你接触 希望等我回到华盛顿 能够从报纸上看到你的好消息 那么奥凯西先生 祝你三月份的大选一切顺利 说着 他微笑着李勒李西服的衣领 推开了玄关的门 然而就在门推开的那一瞬间 他脸上的表情和他的脚步 却是一同凝固在了那里 只见在他的面前 两名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 站在门口看着他 而在那两个男人的身后 还站着约莫十来个警察 以及六七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 不知从何时起 整个别墅已经被警车 和媒体的转播车给包围了 很抱歉 麦克唐纳先生 恐怕你回不了华盛顿了 穿着西装的男人 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逮捕令 上面盖着新国法院的纲印 我们收到举报 你受到包括会选 操纵选举 间谍罪等21项罪名的指控 冷汉从麦克唐纳的鬓角滑落 看着站在他眼前的男人 好半天他才从嘴里挤出了一个词 这是污蔑 是不是污蔑 很快我们就能知道了 穿着西装的男人耸耸肩 对身后的警察打了个手势 坐在客厅内 奥凯西还在对着桌上的那箱钞票发呆 成捆的钞票让他有些晕乎乎的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而且这些钱还只是全部报酬10%的订金 颤抖的手指触碰了那箱钞票 然而就在他咽着吐沫 打算数一数这堆钱的时候 客厅玄关的却是传来了一声怒吼 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警告你们 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 住手 该死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 密集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游艇 私人海滩 金发美女的遐想 当看到那张印着新国法院刚印的逮捕令 新国警察的警徽 以及媒体的摄像头时 他的脸一瞬间失去了血色 在这一瞬间 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收缩 没有任何反抗 面如死灰的奥凯西很顺从地伸出手 让警察给自己戴上了手铐 反抗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很清楚 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1239章撕下他们的伪装 热门候选人奥凯西 被爆出接受国外资金 某黑人维权机构高管 知名非洲义慈善家迈克唐纳 或面临21项罪名起诉 究竟是人权组织 还是兜售白宫价值观的前客 新国最高法院公布最新调查结果 已根据相关法律 终止奥凯西候选人资格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事件的走向 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原本被白左们快要捧上天的移民之友 奥凯西郎当入狱 不但丢掉了候选人资格 还将面临检查机关的指控 甚至还将迈克唐纳这条大鱼 也给坑了进去 如果仅仅是抓人的话 除了给整个事件火上浇油外 没有任何好处 甚至等于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提供了继续公结星环贸易的黑材料 然而偏偏不巧的是 街道举报的警察不仅仅只是抓获了涉事嫌疑人那么简单 还在现场人赃并获的搜到了500万新元现金和一份不合法的契约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被跟在执法人员后面的记者们给拍了下来 面对着如山铁证 即使是最激进的白左们 一时间也是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怎么洗了 毕竟除了一小部分人 确实受到了境外势力的指使外 其实大部分人在这场舆论风暴中 都只是被荡成了枪在时 而现在出了这么一档时候 稍微有点智商的人也都意识到了这点 新国的奥凯西不止这么一个 新国检察机关只是抓了这么一个典型 与此同时 在撸掉了拿美国人钱的奥凯西后 原本一直对媒体的指责 置若网闻的新环贸易突然发力 借助未来人集团 在互联网领域庞大的影响力 将舆论的焦点从詹姆的黑人身份上 彻底扭向了整个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上 而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白宫 未来人大厦的会议大厅内 灯光昏暗的看台上人影传动 每次未来人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无论规模大小和时间长短 会场内都是热闹非凡 而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会议室的主席台旁 面对着无数家媒体的镜头和闪光灯 江陈以未来人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站在这里 用沉稳而庄重的语气 缓缓开口道 对于詹姆的死 我们集团表示沉痛的哀悼 她是一位出色的员工 她的死是未来人矿业 乃至整个未来人集团的损失 按照我们公司的规定 和相关劳工保护法 她的家人除了能从保险公司 获得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金 我们还将根据公司的员工保障条例 对因故殉职者的家庭予以可观的补偿 这笔钱在新国任何一家法院 都可以由詹姆妻子本人支取 无需通过起诉的方式来争取 我们不会因为她的肤色而拒绝支付赔偿 更不曾像某些人口中所说的那样 对她存在任何歧视 同样的 我们也不会因为她的肤色 或者舆论什么的原因 让她得到部署于自己的那部分 任何民族 宗教 人种的移民 在新国享有平等的权利 这是新国的宪法精神 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对于某些试图打着少数派的旗号 用平等的名义 去为自己谋求特权的人 盯着媒体的镜头 江辰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你们 你们在做梦 另外 我再次警告那些别有用心之人 如果你们认为能用这种方式恶心我们 那么我会让你们知道 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是谁 发言结束 会场内的灯光全部亮起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 早已做好助跑动作的记者们 一拥而上 将话筒和镜头凑进了站在主席台 在江辰身前密密麻麻地围了一个半壶 江辰先生 请问您最后一句话是否在暗示 这次事件受到了某国政府的支持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足够清楚 请检查你们的笔记 请问原定于月底举行的生物科技峰会 是否会因为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而推迟 不会 有观点表明幽灵特工参与了这次调查取证 使用特务机构调查候选人是否合法 这取决于候选人本身行为是否存在违法嫌疑 我想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 候选人的身份从来不是豁免司法调查的挡箭牌 江辰先生 请问 面对着记者们连猪炮一般的提问 江辰挑选了几个有营养的问题 回答了之后 便宣布了新闻发布会的结束 让工作人员们帮助记者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场 走到了舞台幕后的休息室 江辰从等候在这里的下施鱼手中 接过了矿泉水 坐在椅子上仰头灌了两口 畅快地抹了把嘴 累坏了吧 还行吧 累到不累 就是嗓子有点干 江辰拧上了盖子 将水瓶丢在了桌子上 我看你最近都没休息过 看着江辰 夏施鱼语气有些心疼地说道 谁让所有事都挤在一起了呢 江辰无奈地耸了耸肩 靠在椅子上 坏笑着看向了夏施鱼 快来给你老公揉揉肩膀 听到江辰的话 那张冰山翘脸的脸一红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 见休息室的门是关着的 夏施鱼这才松了口气 美好气地白了江辰一眼 在公司里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这又不是家里 虽然嘴上说着不乐意的话 但他还是走到了江辰的背后 伸出了两双白皙的玉手 按在了江辰肩头 感受着尖头的揉捏 江辰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看你这样子 就像个老爷一样 夏施鱼弯了弯嘴角 美好气地轻轻掐了江辰的尖头一把 舒服吗 简直太舒服了 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江辰表情浮夸地说道 杨起的视线越过了夏施鱼的发烧 看向了天花板 缓缓叹了口气 我突然有种预感 继续按摩着江辰的肩膀 夏施鱼歪了歪头 什么预感 像这些天一样忙碌的日子 今年恐怕会有很多 江辰轻声叹道 这不是好事吗 夏施鱼清清白了江辰一眼 平时闲着没事 你光使坏去了 现在有件事给你发泄下敬礼 不是正好吗 你这位董事长也该操心下公司的事情了 握住了那双按在自己肩头的玉手 江辰厚仰着的视线 笑嘻嘻地对上了那对满是爱意的美眸 那你是喜欢我忙前忙后 还是实坏 白皙的双颊飞上了两抹单红 感受着手背传来的热度 夏施鱼微妙地看向了一边 不情愿地小声道出了实话 实坏 第1240章特别的奖励 就在星环贸易的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候 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白宫 FBI局长脚步匆匆地推开了总统办公室的门 走到了希拉里的办公桌前 我们必须尽快将麦克唐纳的人弄出来 将一份文件摆了总统的面前 他的双手撑在了桌子上 认真的说道 有可靠情报表面 星环贸易掌握一种名叫土真剂的药物 你是说 他们会对麦克唐纳使用土真剂 看着那份文件 希拉里皱起了眉头 按照他们一贯作风 不排除这种可能 FBI局长神似凝重地说道 我担心麦克唐纳可能将不该说的东西 透露给他们 比如我们与北美人权机构 在资金上的往来 说到这里 FBI局长认真的看着希拉里说道 我们必须尽快将人弄出来 在他们给他定罪 并且对他进行药物审讯之前 揉着太阳穴 希拉里看了桌上的文件一眼 疲惫地说道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FBI局长刚想开口 到了嘴边的话 却是僵住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主意对新环贸易 似乎根本用不上 派律师去 黑人之声已经在做了 而且聘请了最强大的律师团队 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新国法院似乎铁了心 要给麦克唐纳定罪 这场官司一开始就不公平 派海报们去 能不能摸到科罗岛上都成问题 这个境外事务主要是CIA那边负责 FBI局长很是尴尬地看向了一边 我们只负责与北美这边的人权组织接触 说到这里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 希拉里叹了口气 将桌上的资料放在了一边 他现在一看到新国这个词就头疼 甚至为此患上了抑郁症 原本愁愁满志地进入政坛 却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果 历史会怎样评价他 只希望那些史学家们 能在他的对手身上多着落些笔墨 让他这位美国首位女总统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无能 毕竟他自认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即使是最后的结果不如人意 也不是输在了政治上 你知道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吗 看着揉着眉头的希拉里 FBI局长小心翼翼地问了句 总统 夫人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 今年的冬天来得快些 总统夫人 FBI局长咽了口吐沫 小声提醒道 现在就是冬天 迈克唐纳在新国被捕的消息 在国际上引起了轩人大波 尤其是在黑人群体中 黑人之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一定会尽全力营救迈克唐纳 将雇佣最优秀的律师团队 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非洲坦桑尼亚总统 甚至因此召见了新国驻坦桑尼亚大使 表达了对此事件的关切 然而相比之下 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 还是江辰在新闻发布会上 代表蔚来人集团 对詹姆事件发表的讲话 尤其是在新闻发布会上 江辰对平等一词的解释 对平权不等于 给某些一部分人特权的示意 使得国际舆论对他的评价上 形成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一部分人认为 如果不对少数人众 做出一定的保护 将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加剧种族歧视 不利于社会公平巴拉巴拉 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示 说的实在是太尼玛好了 因为黑人比较懒 所以比较穷 最后就给他们的孩子加分 让他们在考试中 不会被华人学生甩开太远 以避免输掉人生 然后被歧视 固化阶级 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圈子呢 直接制定一条法律 规定富人钱包里的钱 必须放一部分到穷人的钱包里 这样不就连阶级本身 都消灭掉了吗 贫富差距才是矛盾的根源啊 尤其是江辰的那句 对于某些仕途打着少数派的旗号 用平等的名义 去为自己谋求特权的人 我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你们 你们在做梦 简直是说到不少人心坎里去了 甚至于在遥远的太平洋对岸 都能找到江辰这句话的支持者 比如 某个扬言要和江辰搬手腕的 美国大选候选人 更是在一次脱口秀上 甚至惺惺相惜地表示 他是个令人尊敬的对手 你们知道我指的是谁 美利坚如果想要强大起来 就必须得有一位强壮的领袖站出来 提醒那些用自己的种族和信仰耍流氓人 滚出我们的国家 我觉得我刚好就是这么一个强壮的领袖 你们可以把票投给我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 已经对这位满嘴跑火车的候选人 见怪不怪了 但这次他却是好死不死地 把黑人给得罪了 甚至有黑人议员站出来 要求共和党取消他参与 三月份党内预选的资格 特朗普当然不打算服软 毕竟从他参选到目前为止 就一直风波不断 要求取消他竞选资格的人 更是用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不过考虑到黑人兄弟手中的选票 他还是重新强调了一遍 自己说的那句话只针对恐怖分子 还有非法移民 你被怜民谴责了 晚上穿着睡袍的那塔莎走到了客厅 将一份报纸丢在了茶几上 然后走到江晨对面坐下 靠在沙发上慵懒地翘起了眉腿 黑人之声指责你对詹姆的哀悼不够有诚意 表示即使詹姆的妻子放弃对未来人集团和新环贸易的法律诉讼 也会就此事件将你告上法庭 在哪告我 莫斯科 江晨调侃道 在密西西比州 我地理不是很好 江晨打了个哈欠 看着他领口故意露出的那抹白皙 坏笑道 比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我们还不如用这个时间来做点有趣的事 你一点都不担心 变换了双腿的姿势 纳塔莎微微抬起了眉毛 好奇地问道 我听说他们正在号召抵制未来人集团的产品 如果他们能够忍受原始人的生活 我本人并不反对 江晨哈哈笑道 从幻影头盔到智能机器人 再到Future手机 以及后来的城市无人机系统 未来人集团几乎已经和次时代这个词 画上了等号 覆盖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 高科技这种东西是会上瘾的 就好像用惯了智能手机的人 让他重新回去用大哥大 这种与时代脱节的痛苦 只怕比杀了他还难受 而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都很谨慎的 没有对未来人集团 启动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即便未来人集团 已经具备了垄断市场的事实 但目前为止 美国还找不到一家 能够取代未来人集团的公司 哪怕是微软和谷歌也不可能 一个不得不为石墨锡芯片 向未来人集团支付高昂的专利费 而另一个干脆 每年都在从安家岛 进口大批的超算芯片 维护自己在全球的服务器 好吧 既然你完全没有把那些人放在心上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塔莎耸了耸肩 今天我去了一趟俄罗斯大使馆 克里姆林宫想让我问问你 火星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还有 你们真的不需要帮忙 我非常确定我们不需要帮忙 估计最晚再等五天 我们的运输舰就该抵达火星同步轨道了 看着那塔莎 江晨笑了笑说道 倒是你们 你们的科学家们准备什么时候过来报道 标本已经送到了 这么快 那塔莎惊讶地看着江晨问道 嗯 准确地来说 两个小时前 新环城港口回收了装载着魔鬼虫标本的冷冻舱 看着那塔莎脸上的表情 江晨笑着说道 现在应该已经运到了新环城实验室的标本库里 这个消息他刚才已经和其他成员国通过气了 想着那塔莎刚好就在家里 于是他便打算亲口告诉他这个消息 至于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这样比较有趣 等等 回收冷冻舱 你们不是用运输件再送这个标本吗 那塔莎急忙问道 表面上是如此 江晨说道 我们总不可能当着媒体的镜头解剖标本吧 而且哪些东西适合公开 哪些东西不适合到处乱讲 这些也需要研究下 所以实际上我们使用的是运送矿石标本的小型运载火箭 虽然运载量不高 但理论上它的巡航速度 可以达到海欧级运输件的两倍 我去打个电话 听完了江晨说的话 那塔莎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俄罗斯的科学家现在就可以登机 快的话明天中午就会出现在科罗市机场 说着 那塔莎向着楼梯的方向走去 然而在她路过沙发旁边的时候 却是被江晨伸手拉住了胳膊 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情报哦 我亲爱的特工小姐 江晨挑了挑眉毛 坏笑道 你不打算给你的线人一点 特别的奖励吗 听到如此有趣的说法 那塔莎没忍住扑哧笑了一声 风情万种地白了江晨一眼 将胳膊从她的手中抽出 俯下身来 在她的耳边轻飘地吹了口热气 那塔莎用惹人遐想的口吻也遇到 一会儿去我房间 来之前记得洗干净 我好给你特工小姐的奖励